另外再看到吉安湘公所 举行112年 第二次村长继村干事业务的汇报 由乡长游淑珍来主持 各客室所主管列席来报告 透过每一季一次的汇报 牺手村长们落实村林各面向基础建设 也将各项的政令资讯正确 带回各村来做宣导 让地方政策的推动可以更加的圆满 吉安湘公所为了让乡镇推行 更加顺遂周全 18号特别在秦明堂 召开112年第二次村长继村干事业务汇报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主持 率领着各客室主管列席报告 并汇集乡内18村的各项建言 进行交流与回应 相信疫情过后有太多的服务 要继续来延伸跟建设 尤其村长是第一位 可以接触到乡亲 每日在村庄里面 寻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推动者 因此我们每三个月 会开启的村长汇报 将我们前三个月 所提 所说 所讨论的是否完成 来做检视 也要对未来铺陈的吉安共立的建设 来做研讨跟延伸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集 我们共事非常好的一个会议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所以我们请听所有村长的意见 更要检视吉安相公所在协力的环块里面 完成的比例 所以我们希望建设吉安不可以停 在这次汇报提案中 村长们针对基础建设 设施设备维护更新 不由路面铺设 及交通安全改善提出建议 同时对于游荡犬 路灯修缮及排水沟加盖 浸淤等进行意见交流 乡长游书甄和公所团队积极回应 也将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 分类全责列案承报 并记录成案 方便日后最终处理 禁止 被食 游荡 犬 六斗不流 便 随手金斗便 记者许立琴 吉安详报导